裙子我就按这个图案来勾 下面慢慢勾 这个不是一个捅裙 是一个有摆的裙子 我这个图放大了一下 腰在这儿我都是标好了 多少针了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勾这个腰部 就开始勾 有需要这个图的给我留言 我把这个图给你发过去 这个先开始 这是第一行呢 就是这个 这single crochet 这都有了 这所有的地方都是single crochet 所以第二行呢 就是先勾 一二三个签 一二三 三个签了以后呢 这儿呢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叫double crochet 长针 我看这边呢 就是这个double crochet在这儿 一二三四这边空 一二三四 这边这是一针 一个芡 然后再在相同的地方 又是一个 看着这个 上面这是一二三 三三四 然后 这是一个长针 这是一二三四 这是一个长针 长针这个中间呢 这是一个 一个在一个长针 在一个长针 在相同的地方 一个芡 在相同的地方 长针 长针之后呢 这又是一二 这中间又是一个芡 然后又是在相同的地方 一个长针 然后呢 是一二 在地上又一二三四 又是一个长针 所以这行就是这样 所以这行就是这样 先勾 勾两个针 然后在底下空四个地方 空四个格 这一二三四 在这儿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在相同的地方 一个针 再 再勾第二个长针 所以我们这一行呢 就是这样 这一行都是这样勾过来 这个按这个图上 有需要图的 我再说一遍 有需要图的给我留言 我给你发过去 所以这个就是 再勾两个长针 底下空一 一二三四 再勾 再一个芡 再一个长针 然后再一二 一二三四 一个芡 相同的地方 再勾第二个长针 然后一二 二三四 再下一个 我们就一直把这一行勾完了 所以这个群伸 第一行呢就是这样 我再把它做一遍 它不清楚 第一行就是这样 先这个地方是 开始 是三个芡 开始三个芡 然后这是double crochet 两个芡 在相同的地方 double crochet 再两个芡 double crochet one chain double crochet 就是这样 所以我再做一遍 这是两个芡 在这儿第一个 二三四 在第四个上面 再一个double crochet 然后two chain 在相同的地方 再double crochet 然后one two two chain 在这儿了 第一二三四 在这个地方 中间就是空三个 空三个 skip three one two 出来就图案 就是这样 在这还有快勾完了 我再把最后这几针勾完了 这就是 这是double crochet 芡 再double crochet 然后中间是两个芡 然后再一个double crochet 所以中间空四个格 skip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所以 跟前面这个 开始这个double crochet 正好连起来了 然后中间呢 是勾一个芡 勾一个芡 连起来 勾第二行 勾第二行呢 在这儿 这个第二行上来 就是先scape scape到这个 到这个芡这儿 到这儿了以后呢 是一个 一个double crochet 一个double crochet 然后两个芡 中间两个芡 所以这儿就总共开始 就是五个芡 然后呢 再 这是double crochet 两个芡 再一个double crochet 之后呢 这是one two 两个芡 one two 然后再到这儿 头一行的两个double crochet 这个double crochet 中间呢 是一个double crochet 再两个芡 再一个double crochet 中间呢 又是两个芡 中间 two chain 然后double crochet two chain double crochet 所以第二行就是 两个芡 一个double crochet 两个芡 一个double crochet 芡 两个芡 一个double crochet 再两个芡 再一个double crochet 再两个芡 再一个double crochet 芡 两个芡 一个double crochet 所以第二行勾出来呢就是这样的 第一行 第一行是这个V在这儿 第二行呢就是两个V之间呢 有个V勾法就是一个WC两个Chain 一个WC两个Chain 所以这个第二行我们勾完了以后再回来 我录完第二行了以后 我录第三行 第三行和第二行的勾法是一样的 是一个Double Coucher 再第二个Double Coucher 再2Chain 所以呢就是 我就现在是开始勾第三行 抱歉啊 我现在我们在Travel 我又不愿意把这个Miss掉了 所以我就给你们大概录一下 我能录多少录多少 我还会加字幕的 有问题的话给我留言啊 谢谢 好我现在勾完第三行了以后开始勾第四行 第四行从这个图上看呢是跟第三行是一样的 不同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从2Chain改成3Chain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3 其他地方一样 好 所以我现在第四行也勾完了 1 2 3 4 第四行跟第三行一样 就是这个是 这儿是一个Double Coucher 这儿是2Chain 然后再Double Coucher 就是这个Chain 所以从2Chain都换成了3Chain 这儿也是3Chain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都换成3Chain了 所以就是Double Coucher 所以我现在第五行就勾完了 第五行呢就是一个Double Coucher 3Chain 再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再一个3Chain 就是这样 从2Chain换成这三个 这儿也是3Chain 这儿也是3Chain 第六行跟第五行一样 是Double Coucher 3Chain Double Coucher 3Chain Double Coucher 3Chain 这是第六行 这跟第五行一样 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是3Chain 再Double Coucher 然后再3Chain Double Coucher 3Chain Double Coucher 第七行呢 在这儿就是Cain 在每这个每个空格这儿都是Cain 这个Cain是4个Cain 4个Cain 然后勾一个Single Coucher 4个Cain 一个Single Coucher 所以我这个第七行就是这样勾完了 4个Cain 一个Single Coucher 4个Cain 一个Single Coucher 这就是这样 现在所以勾第八行 第八行呢 就可以看出来 第八行是先 这是两个Cain 这个第八行这个Cain呢 这是我数了一下 是五个Cain 五个Cain 然后两个Cain 两个Cain了以后 这是4 Double Coucher 然后再到4 Double Coucher 在每个Cain上都勾4 Double Coucher 然后又是两个Cain 然后五个Cain 然后两个Cain 又是开始三组 4 Double Coucher 我这个第八行现在也勾好了 第八行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两个Cain 然后Single Coucher 五个Cain 这是五个Cain 这是Single Coucher 然后再两个Cain 这儿呢 就是4 Double Coucher 然后再到下一个格呢 也是4 Double Coucher 也是4 Double Coucher 然后再又是 这是2Cain Single Coucher 5Cain Single Coucher 2Cain 然后又是三个 4 Double Coucher 所以这第五行勾完了 这是第八行勾完了以后 我们就勾第九行 这可以看出来 这个 第九行是 这先是一个 Single Coucher 然后一个Double Coucher Single Coucher Double Coucher 然后呢 是3Cain 3Cain Double Coucher 然后是3Cain Double Coucher 我就按着这个图勾出来 勾出来 你可能看 这太不清楚了 可能是 看 看见第九行了吧 我还大概 大概 大致飙了一下 等我勾出来以后 就更明显 我反正会上字幕 我现在开始勾 我现在第九行就勾完了 第九行呢 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 在这个 5Cain这上面呢 是 一个Double Coucher 一个Cain 然后又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 这块是两个Double 两个Cain 然后在 头一行的第二个Double Coucher 有一个 有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 是 两个Cain 然后这儿是 4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又是 2Cain 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又是 这个Cain是 3Double Coucher 3Cain 然后1Double Coucher 这两个Double Coucher 之间是1Cain 这边又是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 又是一个3Cain 所以在这个两个Double Coucher 这个V这儿 两边是3Cain 这一块呢 这一块就是2Cain 这儿都是2Cain 所以这行就是这样 那我们下面呢 就勾第10行 第10行呢 看出来 3Cain 然后Double Coucher 然后又是2Cain 然后4Double Coucher 4Double Coucher 然后就开始 勾这个图案 勾这个图案 这是1,2,3 3上去 3下来 然后这儿呢 就是又是4Double Coucher 然后又是3Cain 又是1Double Coucher 又3Cain 这就开始从腹部吧 现在我第10行就勾完了 第10行是这样的 从这个前一行 从这个4Double Coucher 上来是 这儿是4个Double Coucher 在这儿 然后这儿是2个Cain 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呢 这儿是3个Cain 在这儿有Double Coucher 然后再2个Cain 在这儿是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 这儿是上面要挑上去的那个花 是总共是6个Cain 6个Cain了以后 这儿又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2个Cain 这儿是1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 这儿又是3个Cain 这个是3个Cain 然后再1个Double Coucher 这2个Cain 然后再4Double Coucher 这就是这么重复了 下一行 这个是11行 11行看了吧 现在这是先 先是Cain Double Coucher Cain Double Coucher 这4Double Coucher 然后呢 这是先4个Cain上去 然后挑在这儿 中间挑一个 这是1Single Coucher 然后再4个Cain下来了以后 再在这儿 是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是2个Cain 1个Double Coucher 2个Cain 再过来 这又4Double Coucher 这就是勾下一个菠萝花了 就这样重复 现在第11行就勾完了 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像从这儿开始吧 这儿是4个Cain 4个Double Coucher 2个Cain 在这儿一个Double Coucher 2个Cain 4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 就是 这儿是 这儿过去 这儿是3个Cain 3个Cain 这儿呢 就是4个Cain 这个要挑起来的 这个环 然后这儿4个Cain 然后一个Single Coucher 又4个Cain 然后这儿 4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是2个Cain 一个Double Coucher 再2个Cain 再4Double Coucher 然后又开始 这是4个Cain 4个Cain 然后Single Coucher 4个Cain 然后4个Double Coucher 所以就这样重复了 这是3个Double Coucher 3个Double Coucher 这儿是1个Cain 3个Double Coucher 这儿呢 也是4个Cain 然后在这儿呢 从一个Single Coucher 变成了3个Single Coucher 然后再4个Cain 然后这是4个Double Coucher 1Cain 4个Double Coucher 再4个Cain 然后3个Single Coucher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重复 12行可以看出来 这儿 从这儿开始呢 这儿是总共有4个Double Coucher 中间这儿我留了两个Cain 这儿又是4个Double Coucher 这个Cain 这是5个Cain 然后到这儿是3个Single Coucher 一个在这个边上 一个在这个中间 这个1Single Coucher上面 一个在这边 然后这儿又是5个Cain 然后这儿是4个Double Coucher 两个Cain 又是4个Double Coucher 又到这边 就是这样重复的 可以看出来 这儿这儿开始是6个Double Coucher 在这儿呢 这儿也是这是4Cain 然后这里面呢 这是5个Single Coucher 5个Single Coucher又4Cain 然后这儿呢 这是3个3Double Coucher 这儿又是5个Cain 然后这是5个Single Coucher 然后5个Cain 这又是3个3Double Coucher 我现在13行也勾完了 13行从这儿开始看呢 这就是1,2,3 3个3Double Coucher 然后这个Cain呢 我还是勾的5Cain 5Cain 这是一个Single Coucher 到这儿是3个 在上面就是4个 1,3,3 上面这行就是在这儿是4个Single Coucher 然后在5Cain 然后又是3个3Double Coucher 然后5Cain 然后这是4个Single Coucher 就是这样重复的 所以14行呢就是 14行是先两个Double Coucher 然后两个Cain 然后这是两个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是4个Cain 然后这儿呢开始剪了 从4个剪成3个Single Coucher 然后这又是4个Cain 4个Cain 然后到这儿过来呢是 总共是8个Double Coucher 两个4个Double Coucher 8个Double Coucher 然后中间是两个Cain 这个两个Cain 然后又8个Coucher 又勾这边 我现在14行就勾完了 14行是从这儿开始的时候 这儿先是 这儿是两个Cain 然后这儿呢是 这块是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在这个 下面这个Cain上 又增加了3个Double Coucher 这3个增加的 然后这个Cain呢是4个 4个Cain的这个Cain 然后到这儿呢 这儿从4个Single Coucher 到这行减成3个Single Coucher 然后这儿又是4个Cain 然后这儿 先在这个Cain上增加3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再在原来Cain上有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又是 这是两个Cain 然后这儿呢是4个Double Coucher 加上3个Double Coucher 再加上这4个Cain 再加上这儿 这是4个Single Coucher 从前一行的4个Single Coucher 减成3个Single Coucher 然后这儿又是4个Cain 3个Double Coucher 4个Double Coucher 就是这样重复的 15行是在这儿 这儿是4个Cain 4个Cain 这儿是总共 总共加起来是7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再倒4个Cain 这儿是一个Single Coucher 这又是4个Cain 然后7个Double Coucher 4个Cain 一个Single Coucher 4个Cain 就是这样重复 好我们现在15行就勾完了 从这儿说吧 这儿在前面这个Cain上 增加3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是4个Cain 然后这儿是4个Cain 这个是4Cain 然后这儿是一个Single Coucher 这儿再是4Cain 然后这儿是Scape 3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呢 这儿是4个Double Coucher 然后这儿呢 又是在头一个Cain上 勾三个Double Coucher 之后又是3Cain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Single Coucher 再3Cain 然后3Double Coucher 在这上面4Double Coucher 就这样重复 15行勾完了 现在是16行 16行 这是先一个Double Coucher 然后3Cain 2Double Coucher 3Cain 然后这儿呢 就是4 1 2 3 4 5 6 7个Double Coucher 一个Cain 再7个Double Coucher 然后再3Cain 2Double Coucher 3Cain 2Double Coucher 3Cain 2Double Coucher 3Cain 7Double Coucher 就这样重复 现在16行就勾完了 这是4个Cain 然后这2个Double Coucher 4个Cain 2个Double Coucher 4个Cain 4个Cain 然后这儿呢 是 4 5 6 7个Double Coucher 然后中间这儿有一个Cain 这儿一个Cain 这儿又是7个Double Coucher 然后4个Cain 2个Double Coucher 4个Cain 2个Double Coucher 4个Cain 总共7个Double Coucher 这16行就是这样的 17 18 19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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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就是基本上就是Cain Double Coucher Cain Double Coucher 这个要说起来要挺多的 而且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如果有人需要这个图案准备做的话呢 给我留言 我把这个图给你发过去 然后我就到这儿 我就到了这个22行以后 从23行我再回来 我先把这些没什么变化的这些地方 现在是在 现在在17 18 19 20 21 22 我到23行的时候再回来 现在勾完了23行 这个23行这就是 这是啥 这是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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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块 这个方块就是 2 Chain Double Coucher 2 Chain Double Coucher 这样勾了9个以后 4 Double Coucher 然后再9个方块 24行这儿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 这是第一个花开始呢 这是一个方块 然后这里面这是4Double Coucher 再1 2 3 这3 4个方块就是 两个Chain 一个Double Coucher 两个Chain Double Coucher 然后在这儿呢 就是4Double Coucher 然后再2Chain 再4Double Coucher 再2Chain 1Double Coucher 2Chain 1Double Coucher 这又是4 Double Coucher 所以这个24行 我现在勾24行 就这样 就是到了这儿了 我这个现在就勾了这些了 这个是 因为我是在车上勾的 所以就我也没路 这个实际 勾的时候就是 还是勾这个 这已经勾了 勾完一个菠萝花了 那个勾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跟这儿连起来 然后从这儿勾过来 然后再翻过来往回勾 勾到这边呢 再跟这边连 所以就是这个 待会我勾到这儿的时候 我会录下来 这个图案呢 就是还是那张纸上 那个图案 我看太多了 一行一行的 录就太长了 实际也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是 Double Coucher 一个就是Chain 就是看多少针 把这个勾出来 我在勾这个裙子的时候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时候 就是这个裙摆 底下裙摆稍微有点大 所以我这儿加针的时候 我就看着 是这个斜线下来的 这边也是这个斜线 这样斜线下来 所以加针尤其加到后面 连到后面的时候呢 就是要让它那个加针 能够对应上 好我们现在就要勾到 跟这个底下这一片 连的地方了 这个呢 我还是按着这个 1 2 3 4 5 6 7 8 9 这儿正好是 这儿要勾这个 这个块 所以我这儿 我这儿就要想办法跟这儿 这儿连上 这儿呢 我就是准备连到这个地方 所以2千 所以2千 然后因为这儿 这儿是出来的 这儿是出来的 这儿是进去的 所以我这儿呢 就是也是给它勾一个 长针 Double Couché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这是这第一行的连的 勾完了 完了 我再翻回来往 翻回来往这边勾的时候呢 我就还要 还要把这儿勾到下一行 这个开始 这儿也要勾出来 所以我就是用划针 划针勾到这儿上面这儿 勾到上面这儿完了 我就忘回勾 忘回勾呢 我还是 这就是 这是背面 看这个花这是背面 我现在又忘回勾 所以2千 然后一个Double Couché在这儿 这刚才前一针的 前一行勾过来的地方 按这后面呢 后面这个花呢 还是就是按照这个 图案上的花来勾了 我现在已经非内时到这儿了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到了 这是38行 所以39行就是在这儿 39行是这个 还有就是我说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我把这个图给你发过去 你照着这个勾 所以38行完了 39呢 这儿都是2千 Double Couché 2千 Double Couché 2千 在这儿呢 这是4 double Couché 然后这儿呢 先勾一个2千 然后这儿是2千 2千 然后这儿不是 这是一个Double Couché 2千 然后再一个Double Couché 这儿又是4 double Couché 然后这儿呢 又都是 这个方块都是2千 Double Couché 2千 Double Couché 一直这样勾 勾到勾过来了以后呢 就从从这儿勾过来了以后呢 勾过来以后 再跟这边方块这边连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勾 我那个勾到这边连的时候 我再回来 好 我们现在勾回来呢 又到这边 这儿现在是这个方块 又跟这个方块这边连了 我先勾 我先勾 这个还是 还是在这儿 先跟这个 勾到这个裙子这儿连 看来这个方块是在这儿 这个方块 这是这个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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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再连 前面 这是上面 上面是已经连上了 这个是从这边勾过来 这个是从这边勾过来 勾过来 现在勾到这儿了 又连这边 所以这边呢 前一个是连到这儿 后一个我就要连到这儿了 跟前面这儿一样 前面是连到这个 从这些double crochet 开始的地方连 所以我这个也是连到这儿 所以就是 one two 然后在这儿呢 slip stitch 所以这两边是对称的 这一行都连到这儿了 然后再连上面这儿 这些double crochet 我这个是 这个用slip stitch 把这个针滑到这儿了 one two three three 这就是一个长针的这个高度 所以我又翻过来 现在这是到了裙子的正面了 我翻过来了以后呢 翻过来 翻过来 这又是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 我又该旺回勾了 旺回勾呢 又是这个 我想让它从这儿连的那个 老一点 所以我想给它勾一个长针 这个是optional 就是我想把它连的那个紧一点 然后这又旺回勾 这又旺回勾 就是这个 这个下一行 下一行的图案 这就是裙子那裙子这一片的 勾到 勾到这边呢 勾到这边呢 再跟这个方块这儿连上 所以我们等 等待会再往那连 我现在我再看看这个 现在我是 我现在勾完了39行 在这儿 所以我现在要勾40行 40行 在这儿是这个 2 chain double croch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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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儿是4 double crochet 4 double crochet 然后这儿就勾这个 在中间这儿勾五 我看这是 1,2,3,4,5,6 勾六个double crochet 在这个前一行的这个V这儿 六个double crochet 然后到这儿又是 4 double crochet 2 chain double crochet 2 chain double crochet 2 chain double crochet 这儿1,2,3,4,5,5 然后再勾下一个图案 就这样重复 这个勾了一圈以后 这又勾到这个 跟这个方块这儿连的地方了 我来把它这个连上 这个是这样勾过来的 所以要连到这儿 连到这儿呢 我就 这个地方正好是该方块 就是两个芡 然后呢 到这儿是 这儿应该是double crochet 所以就连到这儿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double crochet了 1,2,3 所以连到这儿 slip stitch 所以这就相当于这个 这就是跟这个方块量上了 然后我们要钻过来呢 钻过来勾下一行 勾下一圈 然后再1 1,2,3 然后钻过来 这个裙子呢 裙子这个就是反面了 再从反面往上连 反面这儿呢 从这个图案这儿看出来呢 这儿勾这个 总共4个double crochet 所以这儿呢 这就是 这儿相当于一个 这儿要勾三个 三个double crochet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中间就是 这个中间就是 1,2,3 这儿 现在我们是在勾这一行 在这儿 就是1,2,3,4 在这儿 然后勾完这个方块 double crochet 在1,2,3,4,5,6,7,8 8到这儿 一个single crochet 然后就开始勾这个 1,2,3,4,5 勾5 总共有5签 这个 所以 7 7签了以后 在这儿勾 single crochet 然后要总共勾5个签 1,2,3 the first chain 1,2,3 在这个 在这个double crochet之间 这是 second chain 这儿是 1,2,3,4,5,6 6 double crochet 在这中间呢 勾签 就是总共有5签 每个签上有3个chain stitch 这是第三个 1,2,3 在这儿 1,2,3,4,5,6,7 7签了以后 又在这儿 总共有4个double crochet 然后我们再从这儿呢 再勾一串勾回来了以后 勾一串勾回来了以后 从这儿 从这儿这是 从这儿一直勾 勾勾 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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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这儿呢 再跟chain的这个方块的这边连上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这不马上这第一个方块就要连完了 连完了以后 我们再连这个第二个方块 好 那我们勾到这边 勾到这边了以后再回来 我现在勾到这儿了 这一行是从这儿开始勾 勾勾勾 从裙子那边一直勾 勾到这儿 勾过来 勾过来呢 现在因为这一行从这儿开始勾的时候 因为这一行从这儿开始勾的时候 这是这个方块 我已经就已经连到这个方块这个角上了 从这个方块这个角从这儿开始勾 勾到这边呢 这是同一行 所以就要勾到方块这个角上 这样就是平的 这个我现在在前一行在这儿嘛 第二行应该勾到这儿 勾到这一行呢 这个角就要跟这个连起来了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一行就跟这个红的连起来 所以我现在呢 先把它勾到这边来 连到这个角上 然后我再走滑针 走到这个角上 然后再从这儿 走一二三 三针到这儿了 然后开始下一行 好 我现在就这么勾 这儿还是这是 一二三四五六 这儿正好就是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以后呢 我也是为了就是连的连的那个结实一点 所以我先勾了一个长针 勾了一个长针呢 我就说的这行现在应该到了这个角上了 这行所以呢 这就是从从这边从这个角 从这个角出来开始勾这一行 勾上面这一行 然后回来以后呢 勾到这儿呢 就连上这个这个granny square的这个角 连上这个角了以后呢 它这儿应该是这样连着的 跟这个红的在这儿这样连着的 所以我现在就用那个 就用那个slip stitch 把这个红的和白的这块连起来 这个正好这是这个长的这个芡 它不是平的 所以呢 我就只在这个红的方块上走这个slip stitch 然后在这儿 在这儿我看看是对应的 对应的这是到哪儿了 这个红的这儿 对应的是还是在这个chain这儿 我想到这儿了以后 到这儿了以后再跟这个连起来 这个就在走到这一针 一二三 中间还有三针 所以我再有三针slip stitch 然后跟白的这块连起来 总而言之就是连的时候 怎么让这个连的平一点 你看这个 现在这个到这儿了 然后下一针呢 下一针我把这个跟这个白的 就是这个chain这样连起来 所以这个这一针在这儿 然后呢我这根白的这个连起来 这样可能连着更好看一点 所以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连起来了 连起来呢到下一个下一个chain呢 这个chain呢对应的是这个针 一二中间又要走两个 两个slip stitch在这红的上面 走到下面走到下一个 走到下一个 连起来 one two 看看这儿 这儿呢对应的正好是这个chain的这个地方 所以再跟这个chain这样连起来 然后下面呢就是走到这个角这儿 这个角这儿我看 这个角跟这个下一个chain 这儿连起来到这个角上 到了这个角上了以后呢 我们就那个从这儿走 我这样做吧 因为我们这是从这个裙子上面 这个是裙子上面 这往下走 到了这儿角了 我们就往下一行勾 OK 所以这个slip stitch 然后我挪到这个角这儿 把这个还跟白的连起来 这个角上是必须要连的 这granny square这个角上是必须要连的 不然这个形状就会变形了 这样 这样就是 这样就是连起来了 连起来了呢 我们这是 我们是从上往下勾 所以下面呢 我要在这儿走 三个slip stitch 然后勾下一行 one two three 好 这样 这个我就往这边开始勾 还是接着勾 看这又出来一行 这儿就是又出来一行 再跟这儿连起来 再接着勾 从这样勾过来呢 就是勾过来就是 从这儿勾一圈 在这儿勾勾勾 在这儿勾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是从这边再勾回来 再跟这个红的连 所以我现在就是正好这正好翻面了 翻面我来勾这一面 然后再来勾勾